原來這裡有這麼多正宗韓國餐廳 今晚就請你拆餐廳 這間看看, 想吃什麼? 怎麼樣?還在想一宗官司? 昨晚媽媽打了長途電話給我 我不敢跟她說整件事 我怕她知道我坐牢, 她會很傷心 別想太多, 姐姐不會讓你有事 我跟媽媽說得對 如果我早就沒回來香港的話 根本整件事都不會發生 如果你沒回來香港 我又怎會認回你這個弟弟呢? 要怪就怪你信錯Maya? 我更不明白 明明Maya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發生也發生了 Alison是一個很好的大狀 她一定會幫你打得上官司 好, 不要想太多了 那吃什麼? 要不不要看這間了 我們去前面看看, 好嗎? Maya, 你怎麼誣陪我? 我…我沒有誣陪你 你做過什麼?你自己知道 你說謊, 我這麼相信你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放手吧, 你別騷擾我, 走 你說謊, 你別這麼… 我沒有, 你放手吧 你想怎麼樣? 你到底是什麼事?走開 你再這樣我對你不客氣 Maya, 你跟我說 哥哥 我告訴你, 要你再需要Maya 我不會放過你 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嗎? 為什麼要這麼衝動 為什麼不控制自己的情緒? 那一刻曲著動氣 忍不住也很正常,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說 枝擾證人不是說玩 你是不是想人家多告你一條嘴? 我知道這樣是錯 但是你不是我 你知道我怎麼想嗎? 我被我最信任的朋友出賣 我沒有你這麼厲害 會控制城, 才能控制到 你這麼說就是你沒做錯 既然不斷跟你說下去多了 你找我另一個幫你 是, 她是壞衝動 但是你不幫她, 誰幫她? 你知不知道跟著下去 那場官司有多難打? 那個檢控一點也不簡單 我為了這宗官司 已經花了很多心靈 到頭來她跑去給我這樣的麻煩 你說我應該怎麼樣? 我知道 但是就算是多難打的官司 你也能打倒的 她不是其他人, 她是我們的弟弟 就當我求求你 在爸爸的份上幫幫她 剛才你有沒有叫卓美雅不要出庭? 沒有 那你跟她說什麼? 我稍後問她為什麼要冤枉我 然後也沒機會再說其他話 如果是這樣 對方最多告你滋擾 事情還可以嚇壞 對不起 你記住, 不可以再這麼衝動 知道 剛才這麼大聲跟你說話 對不起, 大家姐 那你以後要好好地 這樣聽大姐的說話 知道嗎? 弟弟